明诊的试验台上 第二步,将电源适配器插入仪器后部的电源插孔内 第三步,松开仪器背面放大进固定支架上的固定螺丝 取出放大镜,安装三节7号电池 然后装上放大镜 开启仪器电源开关 转动金属手柄,松开式板压紧装置 将仪器冲头升降手轮朝减号方向旋转 直至冲头下降到测试水平面以下 从势板固定环侧边插入调铃钢板 然后转动金属手柄,压紧调铃钢板 长按三秒调铃键,开始调铃 将升降手轮朝加号方向转动 冲头将会逐渐上升并接触到调铃板 若显示屏左上角的零点指示灯亮起 则表示此时冲头刚好与调铃板接触 屏幕将显示0.00,表示调铃完成 将升降手轮朝减号方向旋转一到两圈 然后松开式板固定环 取出调铃钢板 注意只有当仪器断电后再次启动时才需调铃 第一步,插入准备好的试板 有涂层的一面朝上 调整试板位置直至处于冲头的中间位置 第二步,转动金属手柄压紧试板 如有需要,开启放大镜照明开关 第三步,朝加号方向摇动手轮 约一到两秒转动一圈 保持冲头横速上升直至达到规定深度 或从放大镜中观察 直到图层开始出现开裂 或图层开始从底材上脱离 此时,液晶屏上的显示值即为当前压线深度 按下C5键即可保存当前数据 第四步,实验完成后 将仪器冲头升降手轮朝减号方向旋转 将冲头下降到0位以下 然后松开式板压紧环 即可取出示板 仪器操作完毕